1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Doris 我是李欧 大盘一直上上下下 触电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 赚上2万又动词动词掉下来 哦 我想 今天台北股市还是涨嘛 对 对啊 你有触电的感觉 有啊 就一直动词动词啊 你觉得是高压电吗 就是讲台北股市 其实没有那么的夸张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触电的感觉 就我而言在我看来 这个就平常心嘛 你知道这个昨天有跟大家说什么 解盘节目昨天没有看 有 有看 对 那千金难买早知道 是 下一句是什么 不知道 没错就是不知道 万般无奈不知道嘛 如果你没看解盘节目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下跌 但如果你有看昨天的解盘 然后你是我们教的成员 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会下跌 我们今天就好好跟大家说一个分享 来 看我们的标题 人取我语 避开人挤人 没错嘛 这是最大重点 昨天不是就讲这个吗 对 海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 谁没穿 衣服 没错吧 对 来 这叫什么 山树 什么山 什么树 是 风潮 风潮 这叫一窝蜂 懂吗 懂 有一窝蜂 人挤人一窝蜂的时候 就会产生悲剧嘛 嗯 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挤 自然就会GG啦 是 你看一下主软上的这个美国股市抽牌 精神指标NVIDIA 嗯 大涨7% 对 很多 Supermicro 美超伟大涨7% 是 而且你看到NVIDIA跟Supermicro 都已经要挑战前面的历史高 对 差距只有一点点 是 那TSM 就是我们台股的 台湾台积电的这个ADR 嗯 大涨3.87% 所以看上去就是一片的美好 是 那看到这个收盘 然后睡醒看这个收盘 就觉得啊这个台北股市今天喷啦 嗯 安啦 对 是不是就觉得很兴奋 就等着要赎钱 嗯 好 但是今天怎么会 感觉上好像就像你讲的嘛 触电的感觉嘛 好像被什么高压电电道一样 对 好 当然 回答很强嘛 看线型就觉得OK啊 没问题 但是我们的AI一片 绿油油 好惨 这个 是 很绿很绿的一片 嗯 好 这个绿呢 绿光 台光电直接打到跌停板 哇 跌10%你知道吗 创意跌7% 是 技嘉跌7.6% 嗯 银帮跌6.7% 是 见准跌5.9% 金像电跌5.57% 嗯 这个下跌幅度都蛮大的 对 4%以上也蛮多的 嗯 好 跌3%以上 跌3%都算小意思 跌2%这还好没啥事 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明明台北股市竟然是涨的啊 嗯 对不对 来 你看一下 这个是昨天的 我给加油成员的一个 庞后稿 来帮我放大这个画面 来放大 好 你仔细看一下 右上角 撰写日期是3月12号 对 试用日期是3月13号 中间红线画起来 我说什么 一大堆红叶 抢买广运 嗯 结果双红旗红涨停 但广运它只有小涨 嗯 那我研判是每一次出现这样子的 一窝蜂 有没有 刚刚看到那一窝蜂 是 就是短线过热迹象 所以不用急着买回 嗯 好 那过几天 你们就知道了 一天而已啊 你今天就知道了 是 再来你看下面 我说AI不会因为股市 跌一两天就消失 没错嘛 对 短期的操作 你要搭配一些策略 也不是盲目的 每一档股票 都一路抱到底 是 因为每一家公司 它的股价 它是不一样的 嗯 好 海水退去才知道 是 谁没穿固子嘛 是 来给我小画面 家族成员的盘后稿 嗯 昨天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嘛 对 昨天的影片也说啦 是 好 这个是今天 盘前 给我们家族成员的讯息 是 8.44分我就打好 来帮我放下这画面 好 你看哦 我怎么说的 我说美超围大涨嘛 然后NVIDIA大涨 送到今天石膏 台积电大涨 然后世界这个GTC大会31832亿即将举行嘛 市场会提前押宝 是 我上面写台股会不会反应呢 我说 市场已经提前押宝了 几涨喷出的不要追 是 太多人一窝蜂也不要追 因为每次美股AI喷 台湾AI容易开高走低 好 给我小画面 8.44分 嗯 这是昨天 昨天市场就是封那个散热嘛 对 然后封 连那个什么 呃 红海啦 红准啦 都喷嘛 对 但是我怎么跟大家说的 跟我朋友说 哎 现在人多地方不要去 是 我在看的是人少的 嗯 没人发现的 我今天是同意喊一档 是 都喊同一档的时候啦 嗯 百分之百 会见到短线高点 嗯 嗯 这是昨天的解盘 是 要帮我放大这画面 没有 我说 这个312嘛 解盘嘛 我说 我们当时2月15号 买第一根广运的时候 从跌5%6% 收盘变涨6% 是 一来一回差12% 是 当时都没有人讲他 嗯 那我们是在别人卖的时候 有没有 现在别人 我们卖掉嘛 然后别卖在别人拼命进场买 对 好多人真心口吼进场 都还叫 所以根据我的判断 这就是一个短线一波风现象 嗯 连写起原山 写起跟原山 它这种是二线散热 你知道 是 都被当成水冷散热 这就有点扯了嘛 嗯嗯 好 来给我小画面 所以 所以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啊 嗯 人 气 我取 是 当2月15号 没有人要的时候 大家都看控他的时候 我们买嘛 对 现在 尤其像这个礼拜啊 还有这个最近 这个 某大电视台 是 很多人看的那个大电视台 嗯 都一直不断的跟你讲水冷散热 对 没错嘛 那 甚至于说最近 很疯的另外一个就是ETF啊 ETF这个我们就今天不讨论啊 简单讲就是 太多人也是一窝蜂嘛 是 也是一窝蜂在抢 甚至于有券商就说他要停售停卖 太疯狂了 是 939 940 真的太疯狂了 好 那这个我们有时间在讨论 好 好 但是重点是一窝蜂 都没有好的结果 对 圆山 如果你今天还去追 嗯 你看到NVIDIA大涨 看到没超级大涨去追 是 涨停 到收盘 是 跌6% 嗯 追涨停一天就给你跌6%下来 嗯 写起 这根本就 跟AI伺服器散热没啥关系 水冷板它有吗 没有 CDU它有吗 没有 嗯 冲高 到收盘 是 跌6.5% 嗯 虽然它还是涨的啦 嗯 你是前天买可能还有赚 但今天报大量超过1万张以上的量 是 好 来 今天早上8点45 8点45分不是期货开盘吗 对 现货9点开盘 是 这时候呢 期货 红准 因为昨天有这个网络的一些讯息 群组讯息就说 这个鸿海接到GP200T21的这个组装单子 没错 那 这个旗下的散热厂就红准 直接受惠 所以昨天鸿海大涨 是 然后红准工涨停 没错 今天早上开盘 期货红准一先涨停了 是 这时候大家马上联想到 现货红准也会涨停啊 对 有没有有人就说这个现货开盘可能要抢 嗯 那有人说管他真的假的先买再说 嗯 我就回哈哈 为什么 我说散热之王今天如果追 红准60.8 是 因为开盘涨停嘛 对 会套 嗯 没有 9点整 有 来看一下 红准开盘 开涨停 60.8 是 杀下来到56.5 哇 哎 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哦 就给你跌7趟 是 虽然今天是涨的没错 但是如果你去追开盘 你还是套 嗯 而且今天成交量超过10万张以上 哇 就这样子 而且这一波的上涨 连续它就是吉坦 是 今天的上涨很快就遇到前波反弹 前波的一个套扰的一个压力区 是 所以 股票不能用追的 嗯 而且 你要有做这个水冷板 然后做这个CDU 纵使鸿海它有接到大量 像最近很多人就想要抢的鸿海 我就觉得纳闷 你知道吗 嗯 鸿海它的伺服器 在整个市场份额里面 它抢到的是最多没有错 是 可是 伺服器的营收占它的比例三成 嗯 但是如果你用鸿海舰队 这么庞大的舰队 嗯 营收占三成 对它而言是不多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还有很多消费型电子各种 因为它是一个大舰队 它还有很多其他很复杂的营收组成来源 但其他部分是衰退的啊 是 那其他部分衰退的部分 你用伺服器这一块成长是没有办法cover的 嗯 所以整体而言 红海它是会往下掉的 所以纵使昨天外资投信有买 有买 嗯 那有可能是短线的气势 买一下而已 嗯 可是后面它可能还是慢慢的回来 因为你要看的是 总体的营收数字要往上嘛 是 对啊 所以这个只是短线的一个激情 嗯 但是重点来了哦 世新KY 嗯 股王嘛 对 真正的股王 它代表是台北股市的精神指标 是 你没有发现我好几天没有讲世新KY了 超多天了 对嘛 嗯 今天跌4.88% 是 其实不是只有今天 你仔细看一下它K线图 它跌几天了 好多天了 没错嘛 是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不要冲去追AI 因为暗示 AI族群它会经过一个中期 一个开始要整理了 是 所以你看到世新KY 古王在往下滑的时候 你发现红海红 那个 红海红准在涨 大涨 那甚至于双红 旗红在涨停的时候 一直喷的时候 是 其实古王它已经回挡 而且它回挡幅度是跌破月线 对 甚至物灵轨道的下轨 这个两倍标准差的下面的这一条 也都跌破了 哇 而且还往下跌第二天了 所以很明显的 就是要整理了 那这样要提防AI走向泡沫好了 不会泡沫 是 才刚开始而已 2024年 AI的成长还会高于20 2025年 AI成长还会高于2024 好 所以很明显的 但是股价涨多 自然很会拉回嘛 是 哪有股票每天都在涨的 哪有指数每天都在涨的 对不对 海光电 你看这个走法 它直接打到跌停 传说它被抢单 那有人说没有 有人说有 反正 那大家都赚很多嘛 就先砍再说 就先跌 而且线型很明显的 它就直接给你跌破季线的位置 是 好 你看这个是谁 创意 创意更明显 它就是一个短期的头部嘛 短中长期均线全部跌破了 弱势 弱势不能抢嘛 技嘉 技嘉 技嘉很明显 近期出现一个小M头 没错 这个可能还要继续修正 是 修正一段时间 是 好 所以 产业趋势方向当然正确啊 没有错啊 AI 不会因为股价跌一两天 就消失了 不会因为台北股市跌 美国这个辉达 它就不生产AI晶片嘛 或者说 世界各国就不抢这个AI算力 对 没有 这方向都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一窝蜂的时候 短线全部人都买 就是过热迹象 是 这是昨天的头影片啊 对 对 来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说 大时代这部片 有没有 他说股票知道 人弃我取 人家不要的时候你去买嘛 对 可是一大多人抢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买 人取我语嘛 是 人家抢的时候我给他嘛 是 好 那这个也是昨天的头影片 对 我说00940 现在大家抢这个嘛 没错 选股逻辑是什么 不买会 是 PE要低嘛 本益比要低 有钱 公司现金要多 是 汇赚 EPS高 股东权益报酬率要大 对 稳定 公司 就是下行的风险 股价下行风险是小的 不要去持有什么 KY股 好 那这个买这公司它是不容易赔钱的公司 它是获利的公司 是 再是有护城河 有专利 有专利保护的 好 这个公司是有一个长期的企业的优势 没错 刮战型的 是 那这个五个条件 左看右看三看下看 我就觉得 就是 这不是在讲我们的穿穿吗 对 对 是 很明显的嘛 嗯 穿五当然今天也跌啊 有些人就觉得说 今天为什么穿五跌 是 没有为什么 股价涨了 看到 你看到这个台湾店 台湾店跌嘛 看到这个穿一跌啊 然后重挫 然后看是一块跌 有些人就害怕 他就把它卖出来了 有人卖他就跌了 可是对于他的长期走势而言 有没有影响 我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我认为是没有影响 因为我不看股价 是 我也不管是谁买的 我也不管是谁卖的 我看的 我重视的是什么 这家公司的趋势有没有变 是 他的产品 好下半年业绩会不会成长 出货出给谁 有没有新的一个成长动能 是 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而不是看股价 看股价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对 好 那像这个新科 新科 嗯 新科为什么我会分享它 为什么我说它是金条 三根金条 三个金嘛 对不对 很多人看现行 哇前面 有没有 看起来像一个做头 对 有没有跌破这个平台区 是 但是昨天一根红黑棒上来 今天 大盘 大盘是涨没错 可是AI股全部都跌 是 大部分股票都跌 但是人家是在平盘之上 看起来就是要走一个N字形上工 首稳在什么 月线之上 是 那你如果看这个长期的月线趋势 不是 它也是在底部啊 刚刚起涨而已 所以底部刚刚起涨 小量过高 那代表后面还有更高的一个高点 前面那个高点有没有 成交量都超过10万张以上 月均量都超过10万张以上 但现在才几万张 1万张不到的情况之下 他就已经逼近前面的历史高了 嗯 所以代表说他在往上的机会还是有的 嗯 那他基本面在哪里 他并购一家公司嘛 对 这公司比他自己本身还赚 是 下半年营收有机会翻倍成长 毛利率会大幅提升 公司要赚钱毛利率要高 要高 就是产品结构组成改变 是 那半导体把财比重提升 那黄金价格最近也一直涨 所以这个他的基本面嘛 所以我想做股票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你要看基本面看数字 而不是去猜 到底是谁买的谁卖的 好的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分享 我们谢谢利尔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吗 快点加入老师的like 还有telegram 股民当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